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开始呢,学习LTML文档的基本标记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呢,是DockType,它描述文档的类型 然后第二个是LTML,它是网页的根元素,要写在网页的最外面 接下来呢,是Head标记,它呢,描述网页的头部信息 这个要写在LTML标记的里面 最后一个是Body,Body是描写网页的内容,要写在LTML里面 好,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是DockType文档类型 就是这个网页可以使用的LTML的版本 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网页中能够使用哪些个标记,Tag 网页中可以使用的Tag呢,都是在DTD 一个叫做Document Type Definition的文件中定义的 每个版本的DTD文档呢,所定义的标记是不同的 对于初学者来说呢,理解DTD的概念可能有点难 不过也不用担心,LTML5的网页是不技术DTD的 所以对于初学LTML5的朋友来说呢 你完全可以当它不存在就可以了 好,我们分别看一下DockType的使用例子 这个呢,是一个LTML4的DockType的使用例子 大家请看 先写上一个LTML,然后声明它是公用 这个呢,是W3C的规范 咱们这样写,LTML版本呢,是4.01 然后呢,这个网址是技术的DTD的具体的内容 我呢,给大家打开,咱们看一下这个DTD的URL到底是一个什么内容 大家请稍等 好,我在Safari里面把它打开 大家请看,这个就是一个DTD的内容 咱们初学这个LTML5朋友来说呢,咱们不用管它 咱们只知道啊,有这么一个文档就可以了 具体写什么内容,什么格式,咱们都不关心 好的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LTML5的DockType的写法 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句话 DockTypeLTML就可以了 这样写呢,浏览器就会自动识别啊 这个文档是一个LTML5的文档 非常简单 所以咱们初学者呢,不用去记什么DTD 因为它不存在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LTML的文档 LTML呢,它是这个网页文档中的根要素 或者叫做根标记 是网页文档中最外层的标记 大家请看,这就是它的使用方法 一个开始标记,一个结束标记 然后呢,跟一些属性 属性呢,我在这给大家多了几个特殊属性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Manifest 它指定网页的缓存文件 可以让用户在离线的时候呢,也能够反应颜面 第二个呢,是XML2的NS 它呢,设置这咱们文档的名称空间 比如说把网页呢,设置成XHTML时候呢 可以用这属性 接下来是LUN 这个呢,设置网页的描述文件 比如说,咱们用中文的时候呢 就把它描述成ZH就可以了 好的,说完了几个HTML的特殊属性之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Head标记 Head呢,是网页头部信息的描述区域 比如这个网页的标题Title 或者说这个网页的信息描述Meta等等 它是这个主要是信息的描述 或者说用于这个HTTP协议传输式的头部信息的描述 这个呢,就是它的写法 非常的简单 Head的具体的信息呢 就写了这个Head标记里面就可以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Body标记 Body呢,是网页具体的内容 在HTML内部呢,只能有一个标记 当然上面的Head也只能有一个 好的,Body的写法呢 和Head一样,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Body开始标记,一个结束标记 然后呢,具体的网页内容写在Body里面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举了一个综合的例子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HTML5的文档 麻雀最小五脏俱全 里面呢,俱全内容都在里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描述这是一个HTML5的文档类型 然后接下来的HTML标记呢 是,我在这用了一个Language 语言属性来标志 这是一个中文的网页 好,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的Head标记 这个地方呢,定义咱们网页的头部信息 一个开始标记 一个结束标记 在这个里面呢,写上各种头部信息 就是这样 然后头部信息的内容呢 大家不要担心 我以后呢,会挨个都会讲到 接下来呢,是Body标记 这个是描述咱们网页的内容 这里面内容呢,用到的Tag 也都是HTML5的Tag 或者叫做HTML5的标记 这个呢,在今后也都会讲到 大家如果现在看不明外的话呢 也不用担心 然后今天原代码的部分呢 我已经放到了开中国的Git服务器上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下载参照 然后今天的这段代码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文档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文档 完全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咱们把它运行起来 看一下实际显示的效果 OK,已经出来了 大家请看 网页标题部分呢 就是刚才咱们在HIDA中定义的 而显示内容部分呢 是在刚才Body中定义的 好的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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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